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评价是很高的 一切都归功于处长指挥得当 根据最新整合来的情报显示 迟梅亭这次去上海 确实是要等候从东京 或者满洲里到户的日本高官 根据推测 他们要商定的 很可能是什么肮脏的卖国交易 委员长命令要抓紧时间 不惜一切代价 尽早除掉迟梅亭 请出座和委员长放心 只能一定不辱使命 上次 我让你调查那个 在上海北战时蝴蝶刀的人 还没有消息吗 达总 您为什么一直要找他 我要找的 应该是跟他有些关联的人 找到此人 我们在上海就方便多了 我是修山和福 请放心 我们准时复会 理事馆要在 锦江川饭店举办宴会 邀请我们带着迟梅亭参加 这个 这个好像不方便吧 但 这是东京议会那边的意思 他们想做文章 诚心让南京政府难堪 我们怕出事 迟梅亭也会心有余悸 小板凳 一尺长 妈妈教我搬禁房 坐下听娘说什么 是先生吧 请问您是要抓药呢 还是看病啊 行啊 立春 狂听脚不生 就能辨认是男人是女人了啊 是大哥哥 立春 怎么就你一个人在 他们呢 二爹出诊了 娘呢 去做饭了 立春 这些都是你包的 真能干 大哥哥 你是不是带蟹壳黄来了 你这个小馋猫 都闻出来了 来 局长 阿美啊 代老板那边 又催促着迟梅亭的事了 一个过气的将军 南京方面至于这么重视吗 话也不能这么说 那迟梅亭也算是个人物 当年也长过兵打过仗 他如果和日本人连起手来 那也是后患无穷啊 局长放心 我绝不会让他活着 走出上海半步 目前上海滩 各方势力裙砸 暗流涌动啊 据可靠的情报 池煤亭由日本人保护着 今天晚上会出席 日本领事 是为他在锦江川饭店 安排的押京宴 这对我们来说 可是个好机会啊 好 那我先去准备准备 阿美啊 今天晚上的行动 大意不得 要多带些人手 前辈找我来 不会是因为 池煤亭的事吧 正是 我来找前辈和飞长 就是为了他的事 此人已经准备 和日本人狼狈为奸了 这次来上海 不能放过他 必须 你和飞长 上次在广赐医院行刺失败 这说明 日本人看护得很严 我和飞长 想再次请你 一起来做这件事 前辈能看得起天行 天行定当竭力而为 那 我们什么时候再动人 池煤亭 现在是惊弓之鸟 现在他的居所 都无从查起 除了飞长 在外面打探消息之外 还有人 帮我们再探他的底 一有消息 我就会告诉你 行 那我等你消息 我先告辞了 前辈 喂 喂 是报馆吗 麻烦找一下中国喉咙先生 我就是 你哪位 您就是中国喉咙啊 是啊 有什么事吗 我想找您打听一个人 什么人 池煤亭 你是谁 其实 我们昨天晚上算见过一面 我们什么时候见过一面 昨天晚上我去找过您 正好碰到有人要加害于您 所以 原来是你呀 真太感谢你了 那倒不必了 我就是想打听一下 您是不是知道池煤亭的住址 不瞒你说 我真不知道池煤亭住在哪儿 先生 我还不知道怎么称呼您 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青年 不用劳烦先生动脑子了 谢谢 我叫江秋生 江某欠您一份人情 我想 喂 高先生 吓我一跳啊你 一会儿就去 一会儿就去 哥 哥 你说的大饭馆就这儿啊 就这儿 你不是也来过吗 当时就在这儿了 你还想办我一个跟头 忘了 没忘 坐这儿吧 好 二伯爷爷来了 两碗馄饨 好嘞 馄饨两碗 你还别说 当时我就看出来 你有功夫 了不得 了不了得 还得事儿上去 说说吧 这个姓池的是怎么回事 这老小子今天晚上到景江川饭店 吃日本领事给他设的押金宴 好 这个消息可靠吗 可靠啊 晚上九点 咱们吃完馄饨去正好 这消息 这消息从哪儿来的 这么准确 一个雇主送来的 非常准确 这个景江川饭店在华鲁高上 楼高三侧 门口是街道 对面是一片空地 不是个好脱身的地方 还有咱俩脱不了身的地儿 做任何事情都要谨慎 我丑话说在前头 好人我不杀 那你说池梅亭这样的人 算是好人还是坏人 任贼做父 这还用说 好 这件事情我跟你说 只要是做成了 咱们俩二一天作五 杀这种败类 我不需要见 你看你 好人你不杀 杀败类又不要钱 难怪你做个穷教书的 老板 活动快点 快点 好嘞 迟先生 出发吧 不认识 时间还早着呢 我们这也是 为你的安全着想 我冒着这么大的风险 来上海 不是为了来吃几顿饭 如果这段时间 东京方面 不派人尽早地 和我取得联系 谈论一些要紧的话 那么 我也就没有必要 在这里劳烦邱山先生 对我费尽心思照顾了 有些事 还是要和你商量一下 迟先生 就请你 再耐心地等待几天吧 请 迟先生 请 吃顿饭如此兴师动众 迟先生 今晚的锦江川饭店 戒备森严 请您放心 嗯 别看了 别看了 时间还早 兴迟的还没动窝 飞肠 咱们对这个锦江川饭店里面的结构 还不是很熟悉 与其在里面动手 还不如在外面就来个了断 也是啊 那我们先过去 找个好地方 宫口池没听 今晚把这事了了 回去也能睡个好觉 一会儿完事了 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开开眼 什么好地方 你连哪家大馆子都不告诉我 我也不能告诉你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老板 结账 情况都大胆清楚了 走 来 喝酒喝酒啊 来 喝酒 多吃晚了 好吃 你放心 放心 小心点 好 小心点 好 来 来 不得开玩笑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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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 静点 我静点 我上次就说脚软住 来 来 真是 来 玩 来 我们是不是来早了 应该不是吧 说不定兴致的已经到了 不是说九点吗 这还差二十分钟呢 看来今晚得费点功夫了 走开 走开 白爷 白爷 请 您这边请 来 这边 来 这边 小白鞋怎么来了 他要来送死 谁也挡不住 有点心意是想 多买啊 多喝啊 多喝 咱们这的喝醋 可不能出来了 放心吧 大脾气 不是不是不是 就得讲义气 那是 福伏兄 来吧 干了这杯酒 来 都干了啊 小心点 那龙虎里的味儿好软 先上吧 想点什么 给我来瓶红酒 七分熟牛排 好的 先上等 好了没啊 这点做熟了 好 快点 这客人等着呢 这就好 这就好 快快 客人等着 来 快点 快点 你 把这道菜 送到前面那根贵宾室去 好的 快点 客人就好了 快点 爹 太古 走 这顿饭得吃到什么时候 放心吧 不会太糗 等他下来 你带人用活力 把楼上的人押住 下面的这些人 交给我伺候 好 来 我来 吃个İ号啊 吃个大家兄弟 站住 转过头来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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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 丹宁 丹宁 你快 你干点他们 大人 你们是什么人 你是哪伙儿啊 你管不着啊 我该醒啊 你管不着啊 故事公主 快 快上 老大 兄弟们已经没上几个了 快撤 撤 撤 快撤 快撤 撤 快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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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 快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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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 快撤 杀人了 快撤 快撤 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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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太太 快 快 快 别动 别动 站住 别动 站住 我们出来了 齿先生 没事了 别动 别动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不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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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闪开 我杀的是持没听 他是我的菜 谁也动不了 你到底是什么人 要持没听命的人 非诚别打了 警察来的 剑影忘了吗 影子都没看见 骂的都是你 毁了我们的好事 谁派你来的 跟你没关系 走 这你倒霉 快走吧 你怎么想走啊 你怎么想走啊 你怎么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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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 好 站住 站住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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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别动 坐下 别动 坐下 别动 坐下 老实点 快来 站住 站住 别动 这个王八蛋 一点报恩之心都没有 他的心情我可以理解 还是大左有先进之明 如果不是早去了一个小时 还安排了小白鞋的人 在一楼做挡箭牌 咱们喝幸迟的就麻糞蛋了 大日本帝国的朋友 就是用来替我们服务的 走 走 去找 坐下说 先生 您的咖啡 小姐 您的咖啡 请慢用 谢谢 去找 别说了 刚才我听到外面枪声乱作一团 就知道这次的行动又失败了 阿妹啊 不过不用气馁 好在我们后面还有机会 知道吃一欠长一智的人 才是聪明的人 他能把教训变成经验 这次的事情 就坏在一个使蝴蝶刀的人手里 蝴蝶刀 嗯 天鹰哥 我带你去个好地方喝两杯 保证你喜欢 喝酒的时候有的事 走吧 进屋坐坐 来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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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观参观你的家 果然是焦叔先生的家啊 全是书 赶别人借我几位给我看看 我家里什么都没有 喝点水吧 今天这活干呢 干得实在是憋屈 窝囊 计划没有变化快 这只是个意外而已 真不是意外 今天啊 一定是有人安排好的 楼下有两拨人 一拨是旧蚩梅亭的 一拨是杀蚩梅亭的 加上我们一共三拨人 楼上枪一响 我刚要往二楼冲 他们两拨人打起来了 你的意思是 保护蚩梅亭的 不仅仅是日本人 一定另有其言 上海不是 迟梅亭的势力范围 按理说 不应该有这么多手下 会不会是 日本人雇来的 不好说啊 这些人个个身手老练 不像是一般的保镖 我看啊 是道上的人 看来我们轻视了 迟梅亭在日本人 心中的重量 看来我们轻视了 迟梅亭在日本人 心中的重量 难道不是吗 是 这把刀 曾经在上海北战的 刺杀案中出现过 现在看来 这个人肯定是个 职业杀手 一时间不杀了迟梅亭 不肯罢休 此人的功夫 确实了得 一看就是一等一的高手 这个杀手倒是执着的很 车站刺杀不成 又追到饭店 不过他也缴了我们的事 如果不是他 或许我们早就成功了 他一个人 怎么阻挡得了 我们那么多行动队的精英呢 当时我们要往上冲的时候 一楼突然一帮人 把枪口对准了我们 看来 这个秋山合肤的手段 还挺老道 以后可不能大意了 对了 那个使蝴蝶刀的那个人 有个帮手 我在上海火车站 好像见过 帮手 那火车站 没注意到他有个帮手啊 当时是这两帮人 在杀两个人 现在看来 这个使蝴蝶刀的人 不但有一身的好功夫 还非常有心机啊 是个人物啊 这个人要是能为我们所用 那就太好了 使蝴蝶死了 这大汉奸怎么不早点死了呢 哥 你说今天晚上刺杀他们的人 会不会是昨天救我们的人啊 对 今天那个人 傍晚的时候 还往报社打过电话 以为我写了蝴蝶那篇报道 就知道他住在哪里 是吗 那太好了 他留下名字了吗 没有 他始终不肯透露他的名字 真可惜啊 我们现在啊 正需要这样的热血青年呢 不 我们没有雇佣杀手的必要 但是我必须要见到这个人 周局长 您在上海这么大的人物 想见个人还不容易啊 我们毕竟是堂堂党国的人员 做事嘛还得考虑身份 不像你 可以接触三教九流 周局长 我们就是上海街的老鼠 哪里有鸡脚干了啊 我们都能钻得进去啊 周局长你说吧 什么时候想见这个人 当然是 越快越好 高大哥 怎么样啊 伤好点了没有 也没伤着骨头 没什么大碍 你这是去上班吧 是啊 听立春说 今天他要跟你上学去啊 我这不是来接他吗 这孩子知道今天要上学 兴奋得一晚上都睡不着觉 这不天还没亮 就穿好新衣服 对上我哥给他把的新书包 在家等着呢 这说明啊 立春他很渴望上学 是 只是 其实我不太赞成他去上学 怎么会呢 郑婶她是从大清朝过来的 守舅界也就罢了 你是出生于民国 怎么也算是个 新时代女性啊 郑婶可能是怕花钱 我是 我是担心立春上学 被同学笑话 伤了自尊 不会的 立春那么聪明 她应该多学点知识 学再多知识有什么用啊 怎么会没用呢 虽然立春什么都看不见 可她心里都明白 就因为她什么都明白 才会受更大的伤害 我不明白 难道 哦 就因为你说她是盲童 就没有去上学的权利吗 眼睛看不见只是一方面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什么原因 你不觉得 立春跟同龄的孩子相比 更聪明吗 是啊 去年正是带立春上街 在外滩的时候 遇见日本人杀人 受到了惊吓 从此就得了一种怪病 什么怪病 身体生长得极为缓慢 医生说这种病无药可救了 可二爹一直不甘心 给配了好多药 可还是不见效 可怜的孩子 那 立春她自己知道 她得了这种病吗 你找我 非常凶 你可来了 你该知道 这人世间最着急的事 就是人等人哪 我还知道 这世间最邪的事 就是人算人 这是哪里的话 是要有个大人物想见你一面 谁啊 是个大人物 怎么 怕了 我长这么大 还就没有怕过的事 那就请吧 好 我得要会会她 走啊 人家要见的是你 我哪有那个福气 跟你一起进去啊 好 要让我知道你骗我 我饶不了你啊 怎么可能 请吧 您好 先生 里边有人等 哼 这位先生 是给我留的门吧 任先生 必人周始能 有话直说 不急不躁 稳如泰山 果然是个人物啊 昨天晚上 进江川饭店的事情 是阁下所为吧 还有上海北战的刺杀 也是你干下的 你是谁 你是谁 国民党军特处 上海特区区长 周始能 这把蝴蝶刀神出鬼没 我在上海北战的时候 亲眼所见 任先生 还是收起来为好 见面就先说底细 看来周区长想要挟我 看见这把刀 我想足以消去 任何人想要挟的念头 算你识相 说吧 找我什么事 对池梅亭感兴趣的 不仅仅是你 还有我 你 不错 您慢用 我的身份 你已经知道了 我也就不必过多地解释了 我想说的一句话就是 日本灭我中华之心已久 现在东北已经沦陷 华北也大半落入敌手 整个中国岌岌可危 中日虽未开战 但是日本人咄咄逼人 得寸进尺 早晚要把我们 推向战争的深渊 所以我们必须 把门户清理干净 打住 你说的这些事 离我太远了 看不见摸不着 我想知道 你找我来干吗 你我联手 灭了迟梅亭 对不起 我从来不与人联手 任先生 还是 少安勿躁 你是一个大区长 要枪有枪 要人有人 要钱有钱 为什么要来找我呢 哦 我知道了 原因很简单 因为你的人都是软蛋 杀不了迟梅亭 所以你想借我的刀 除掉它 老弟真是自自如刀啊 这个我承认 好 那我们有得谈 东京方面来了通知 军部特使过些天 才能到达上海 同迟梅亭会谈 这些日子 一定要保护好它 迟梅亭明明要依靠我们 大日本帝国这颗大树来乘两 可现在呢 它还不耐烦 处处给我们派去守卫它的人 找麻烦 它的脾气你我都领教过 迟梅亭在中国军界 还是有些影响的 它归宿了我们 势必会扰乱中国的军心 这对我们在中国的发展 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没有它 大日本皇军 照样可以战无不胜 中国国土辽阔 是我们的二十倍 人口是我们的六倍 至于迟梅亭的要求 我们一定要尽量满足 我们现在要哄着它上船 嗯 任先生的身手 必然在上海北战曾经亲眼目睹过 而在锦江川饭店上赶下赌 更可见任先生的足智多谋 都说人才难遇周某人有幸 今天在这儿遇上了你 这么说昨天晚上那拨人 是你派过去的 不错 要不是你的人捣乱 现在迟梅亭已经去见阎王了 惭愧 惭愧啊 既然你我殊途同归 还望任老弟帮这个忙 池梅亭的命我要定了 我知道你们国民政府很痛恨池梅亭 但是你这位大区长 费尽周折来找我一个江湖上的杀手 不合常理吧 那任先生的意思是 杀人是赌命 命是无价的 我们还是来算一算 池梅亭的命到底值多少钱 明白 只要你杀了池梅亭 酬金一定奉上 嫌多 慢 这是定金 等我那些吧 去 马上去告诉你们那个什么狗屁大佐 我去澡堂子泡澡 我池梅亭活了大半辈子 过的是早上皮泡水 晚上水泡皮的日子 到了上海 一天到晚吃你们的破日餐不说 难道我去澡堂泡个澡都不行吗 对不起 池先生 大佐说要给您找个好厨子来 可是摸不清底细 他也不敢冒人找来 这也是为了先生的安全考虑 至于洗澡 希望先生还是不要离开这栋别墅半步 将就将就在房间洗吧 这也是大佐的命令 你混蛋 他邱山和夫不过是一个大佐 要是在中国 那他就是个孝极军官 我池梅亭是堂堂的党国大将 在我手底下 像他这样的大佐一抓一大把 他有什么资格不让我离开别墅半步 对不起 池先生 我再说一遍 我要去泡澡 赶紧去通知那个什么邱山和夫 我这个人其他本事没有 捏死你这样的看家狗 就像捏死只蚂蚁 是 快去 快去 长河 西洋 倒映出多少遮寂尘沙 古道